考古報告的附上是奧義 就剛才文書委員提的這些三官的建議要求 我看都很奧義 可是他也解決不掉 就是說他是一個強烈的一個爭議 所以在重點裡面要先說一下 林科普的報告 他在那個廟城的關係 在那個諮詢的專案會裡面都有確認過 所以我們才跟他說 你該用列車遺址的方式做發掘計畫的就要做 那該用34條的就用34條 所以他先走的是88次的那個部分 所以那一次是把遺址的發掘計畫先審完 其實在那一次裡面 他們就已經報告過這個電梯的形式 跟當時的狀況 那我們也要求他說那一次裡面只審的是 考古發掘 所以當時就把這個事情擋下來 可能有一些在座的委員當時都還在 那另外再召開的會議跟公聽會 其實就當時有討論到這些警官問題是有疑慮的 所以又拖了將近兩年 才來審這一次的案子 當然老師如果覺得有疑慮 還是回到34條 因為34條是確認的 今天不是從一開始的 三年前的 說再確認一支估計的 應該不能這樣去做 那我們還是走34條 應該要確認是警官 那其他部分其實在上次有釐清 他自己該申請的 他們要去申請 這些都沒有問題 所以老師覺得如果今天不適合 要告訴他們 譬如是剛剛大老師講 哪裡不適合 請他們再做一次合理 或怎麼樣 下次再審 會比較合理 不然就等於說要從頭開始 我剛剛講的 一定說就是前面那個橋 不是電機 但是錢 錢會搭到那個 那個 那個 怎麼樣 什麼 到底那個 那個城市的公告 還是不曉得 這上面沒有 因為 不管怎麼樣 第一個要先把那個 基本 一定都 可以這個 公告 他先放進來 不管 哪一種 還是 再為之誰 第一個一定要先把 聲音證量出來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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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個34條 一樣 強調 就是 不是只有遮蔽而已 就是按照 一樣 我也強調 中間的研究 我們當然都不太看 大概就是 當然 到底有沒有人看不曉 就我看過 就是說 景觀這個事情 就涉及到 由 我們要選定景觀點 這個景觀點 我們要選神 這個景觀點 要看神 就是往哪邊看 那通常來講 我們是面對土地來看 當然 按照 中央的研究 他還要反過來看 都有 就是從 匯基工看出去 也是 因為必須根據我們個案 來定這個 定這個 叫做視覺景觀點 根據個案 我強調 定個案 每個個案的特性不同 所以我們一直沒有定 定這個視覺景觀點 也很難給 設計者提供 所以我看這個 就是 不得遮蓋其外貌 或遮蓋其觀點 這個 前半段這個話 一直沒有強調 但我不曉得 要不要強調 應該 我的看法是應該強調 但是這個 我們台語也是 好像不強調 還怎麼樣不曉得 這個 但我覺得是應該 這是個整體的事情 所以34條 如果要審判一下 第一個要先定好 技術性能要先定好 視覺景觀點 怎麼看 怎麼定這件事情 要有共識才可以 不然這個很難審 不曉得跟想法都不一樣 這個大家這樣的意思 老師那個 如果你今天變成 上次其實有討論過 它就有一個圖來 它上面還有一些開花 像那個花瓣一樣 那個開花的 有叫它拿掉過 就是說那個是不適合 然後顏色有叫它改 然後那些其實都有做 視覺景觀點有從廟看出去 因為那個旁邊大樓都有限制高度 就是說它的那個 車廂的那個最頂層 那個也不能超過 對 您也有提壓 所以今天如果您認為 它還應該是討論 你認為它這樣子還是不行 是不是就退回再做一次專案會議 對 那如果你認為不行 就說不行 那我沒有辦法就是說 再回憶當時的狀況 每一點都說給你聽 對 就是說你認為它今天設計是不好 是不是我們就提不好 嗯 好 其他委員還有比較的地方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這個定所的範圍 那如果說這個是可以做這樣的一個理清 用三四條來審 回歸到三四條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這可能會是一個人選擇的方式 那剛剛講的這些報告的鋪上 那考古的報告鋪上 我想這個問題有不大 其他的部分像我們播盤 結構分析 可能都還是牽涉到後續的這些程序 那唯一可能就是剛才講的就是說 資產議員他是稀有的行官 那在這個考量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不要在四個三個資料上面 來做這樣的一個規定 好了這可能就是一個真正的關鍵 所以我剛剛試圖就把大家的意見做個理清 那剛剛副局長也加了一個表示 就是說這一定會是一個正義的案件 要不然不會找我們去 那所以說以現在這樣的情形 請看國務委員的決定 就是說我們今天是要這個示範責員 努力溝通再深入釐清 然後再次開始專案會議 或者就是我剛剛聽大家的意見 他一定是正義的 或者就 那如果今天要去做一個公事就 他也很難 他就不會去 那當然國務委員覺得怎麼樣 會比較多事 我看 我剛剛這個琢磨半天 大概就是兩個方案 對 我真的太清楚了 學會指定 我們身上的開案 他是屬於職選會 不是職選會 不是職選會 那我們不想是他們 既然提出了來案 還是要通過一個审查 審查是一定要 其實老師 我們現在的 那個三十四條的作業細則 就是先開一個小組 那如果大家認為有疑慮 就會提到大會 請你修正完提大會 所以他是有疑慮案件 所以要提大會 對 那大會再覺得還是不行 他今天改完了不行 就退回 對 是應該這樣的程序 對啊 就是我們有疑慮 民眾還是也有疑慮 對啊 我們有這樣的想像 請看 請問他去洗手間一下 那我們是不是就請他再修正 在開箭上 再回來大會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根據網條就是要選好視覺簡觀點 沒問題 這也可以推我進去 都沒看到它有模擬 但是模擬的位置 要升上 我有個建議 因為畢竟這個如果一旦過的話 在台北市 它就會變成是第一個案例 所以那周邊居民其實大家都有很多的疑惑 那之前在公聽會 就是這106年公聽會的時候 當時的理長其實也有讀出 是不是只有電地的方案 也沒有其他的方案可以讓居民來做選擇 所以是不是在開公聽會的時候 我們可以要求就是開公聽會 它必須不能只有一個方案 可能它必須幾個方案 拿出來跟居民有一個適當的討論 那再往下進行 要不然我們如果持續一直在討論 那個電梯的形勢什麼東西 那它就沒有其他的方案可行這樣 那其他路難聽有啦 就是已經做好了嘛 就是已經做好了 做不到的 而且這個 如果今天要再去講這個 就回到剛你老師講的 你是在修補基本體嗎 又會回去討論那個 那你剛剛說好不容易理解 因為它那個廣場 它那個點 接過去那個點的下面 就是它那個相隔大樓的地下層 就在底下 所以當初選的那個點就這樣 才去做這個處理 然後它那個點就不用在視覺下挖了 所以你如果今天再去討論 其實因為那個是遺址的點 大家都非常小心 因為劉老師他今天沒來 他都非常小心 要他自己來解釋為什麼選那些點 應該這樣來講 那個余子的事情沒有 就是我們沒有做保存計畫 沒有做警官這一關其實都沒有 因為它也不是法律的意思 那第二個我們只能就 會機公補機來討論這個 其實資資三零本身 我們也沒有權利講話 應該這樣來講 因為它不是我們審查的範圍 我們可以審查的對象 所以走來走去大概只有就是 就會機公本身 古基本體這個視覺景觀 我們要選審來看這個事情 是看向外看 下面看 或是由山下往山上看 由山上往上等等 這些事情要我們要給定義 不然的話沒辦法審下去 就是每個人看誰審的 誰誰負責的就這樣變成這樣 所以總的來講就是希望審聖也比較 好 綜合一下剛剛老師一件 大概這兩個部分 就是針對這個上來的方式 能夠就宏廳會的多溝通 這個部分就請這個提案多溝通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針對警官點的部分主專小組 就他多溝通跟他的警官點的部分 做討論之後再體會 是不是 老師這樣子可以嗎 老師這樣子可以嗎 我覺得現在這樣送上來真的很難選 包括其實上次質詢 因為尹老師其實有建議幾個 幾個觀點 可是我現在看到這圖 我也不知道這些圖的這幾個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像剛剛優委委員提到說 這看起來就好像不會是只是這樣子 遮蔽的這麼好 因為你有些圖看起來就不像 對 剛剛的建議是不是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跟李寧的評估方案 上來的方案做溝通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針對警官點的部分 回到財政小組在確認之後再提到 對 同一 但是我的意思是文化局法官 就是他這樣提示不算有的 雖然他有點 但是根本都不知道是不是委員建議的 而且他的那個模擬的真實度 我覺得這邊可能都要先確認 不然這裡沒有辦法審 你看就覺得不大對 這個也這樣好不好 就是說你這一次如果退下去 做完那個警官點 在專案小組裡面會確認 因為剛才米老師也講了 他覺得 其實他是覺得這個警官點不行 那他們也有照他的講法去找了警官點 可是米老師自己也講了 其實包括文資局的細則 沒有訂定確實的警官點 這是一個很大的爭議問題 他們也不是我們定 不是 老師也不是我們定 沒有這樣 是您自己建議的 對 他沒有說文化局定耶 文化局依據什麼定 依據什麼 沒有法條 沒有計算標準啊 所以以後啊 就是我的建議就是 所有的修復期待的意料訂出這個點 好 不訂了後面 對 所以 要訂過大門 回到專案小組裡面去訂 去決定不是文化局定 因為沒有標準 他不像都市設計準則有標準 所以文化局不能依照副局長 或是科長的意思定吧 對啊 所以裝得少許可憐的 好 訂了之後 大家不知道 標準 本來這時候這話 都委員有個其他的一些 是不是也一樣 我剛剛這邊都會報告 就是說資產業人 他確實是稀有的情況 那不管是工部門 或者是私部門 社區大家都非常的正式 甚至開發單位的這個觀念 但是這個案子長期來爭議更難免 那現在如果說大家 合理這委員都傾向說釋放合員 那不管是警官點的確認 或者是說這個再加強這個地方的公共 跟其他更完美的方案的這邊出現 那如果大家都傾向這樣的部分 那今天就去除要調節這個方向 那就是讓這個案子再請這個開發單位 沒有什麼不怕去 不管是社區的加強溝通 或者是在做這個狀態消除這個審議 就要搭載這個合約最後的傾向 那提請請出 我想這可能也不為一個好的一個方式 反正這個好事多分 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夠 多多在這方面來做討論好不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在這個就到剛剛這樣子做決議 再進行社區的溝通 跟抓來消除這個開會 如果可以的話 就謝謝 那我們進行下一個案子來實現 下一個案子來實現 好來 那就解決了 那史是亞洲市 中山區亞洲水道有通知死的案 那這案子是為你中山區法序二七號 那坐落的 坐落的一號是那個 上面去存用到的小段 五七八五七號 那建物是同小段的一義基建 好了 那土地一建物所有人 都是亞洲水道的公司 那有的水道是文化區的列車建物 那王上鴻建物是文化區的列車建物 那王上鴻建物是文化區的列車建物學會 在107年6月12日向北區提到之後 考量該建物區文化區的標準前例 所以也之前 以武之法第17條第18條 那規定區跟我們移任其他神訊 那神訊的專案小組是在 107年7月11日 剛邀請了幾個委員 那到現場去現開 那會幹結論就是 亞洲水道的大樓 專案小組委員 初步認定去文化區的保存價值 那專案小組的一件 後續就是送 跟我們會來做審議參考 那專案小組會堪當天的一件大概是 為零電腦市的大樓 現在所設計的現代建築 那1962年我們法公使用 是臉東區長最早的幫助大樓 之一為當年 臺北市幫助大樓之中華設計案 二是外觀採用 單窗藝術室旅文牧牆 為當年帶來特殊工法 裡面精簡外牆獨立恰當 新南角之原型外牆 曲線接合有主不一 三是目前整修外牆 與窗環性原歌曲外觀會改變 其他朋友知道這個形 我也想看書面的字 那這是那個 這跑進入這個 這一棟 它基本上就是在那個 那這是那個基地的行造所 這方面就是這建築物的位置 那這是他的 這個建築物坐落土地的範圍 那這是他現在的外觀照片 跟室內的 辦公室室內的顯化照片 那這是當年那個 使用執照的 那使用執照就可以 他其實就寫明是 你的廣告當武器人設計 那他事務所的 大埔事務所 去申請這個 建造跟實造 那我要知道 這裏不報告 就請各位參考 參考那個書面意見 那針對那個 所有全人的意見這個部分 因為也要做成 公司他們今天有來 待會就請他們再說 那價值分析的部分 就是意見7月11月照 改善效果現場監察 那委員出負這個地方 發展價值 那未來把所管理的部分 就是一一不自法規定 發展就是有所有人 管理使用人管理的護 那未來把所管理的護 那未來把所管理的護的部分 就是有所有人 亞洲水利部的公司 來上省議會 就這部分說明 那登幕範圍的影響 比不大約兩點 一個是 因為他們選擇這樣 是棒大的使用 所以 目前應該是 登幕文字之後 應該是不會 我也暫時不會影響到他的使用功能 那如果他將來 日出本體有要修復 或其他再利用的方式的話 就是以文字法提計畫來 文化學審查 那第二點就是 如果他用文化資材 他將來周邊有相關引電工程 那他符合文字法治理事業 22條跟文字法34條 的話他就是要 依照規定來審查 他有沒有涉及到 摺幣古蹟或 主要來不然的工程 禮拜的部分就是 你同意登入 中正區賈州水里大樓為 歷史建築 那名稱賈州水里大樓 從歷史產日 位置或地址是 台北市中正區 信錄27號 歷史建築及 建築土地 倒果之面積1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 賈州水里大樓建築本體 建物為 中正區成功 大樓小段 117建號 建物密基是 2759.340萬公尺 建物多樓一是 中正區成功大樓小段 578 20平方公尺 5790 70平方公尺 短兄一 directly 浩 實際板 本體是129A為主 東風里有的 基地法力美項 大約3.1 是 為王大宏先生所設計之 現代建築 1966年完工 委員遠東集團 最早的放陽大樓之一 異為當年台灣 放陽大樓最重要設計案 2 外橋材恩單窗 遺住式裏板 圍幕牆 立地圖漆覆蓋 建築平面景界 外牆不一定恰當 西南角之原型外牆許建築 有所不宜 具建築實質價值 三 符合歷史建築 新年建築 等於對史全查及輔助方法 第二 第一 相比二 三 能夠寄存 那就自己多為史遺似循產業 主席各位委員 我是小搜索文区睿瓦的 郭尼管徑華 因為我們收到這個開會的東議司 實在是本周一集 本周一收到這個東議司 今天開會就我們內部來講 我們對建築技術 我們是那麼懂 所以對衣室建築的內容 我們並不瞭解 這個問題會造成在幕僚作業的時候 無法不平說這樣的分路 對我們未來會有什麼樣的責任要負擔 所以今天來這邊 其實我們是沒辦法來講說 因為我們有可能去做這個認定 我們是建議說讓我們有點直接 因為我們是一個上司公司 對於這個財產經過這樣的分析 會造成這樣一個分析 是很教討的組織有關 在內部的公司程序來講 我們需要一個專業的分析 那這道路的原因是我們就給財產經過的問題 我們建議是說 是不是給我們在一個月或兩個月的時間 讓我們財產經過再保持意見 主席還有委員報告 大概去年7月去的 那以半年的時間來算他已經到期 那可是他還可以再延半年 就暫停股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還是要跟養民公司報告 其實所有去的委員都認為這種有價值 就算會公司可能到時候評估的是不同意 可能還是要經過審議的決定 好不好 這個我了解 那謝謝主辦單位跟委員 對這個委員會價值的肯定 但是我們考慮